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號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是來試我們的 新超出限定奈特美亞 那我們測試關卡是來測這個一代的水轟 主場還是在明天的水滴爵 那我們這邊就是先做一個測試 來看一下這個角色吧 好那這次他給到一個四反 反傳轉版魔四反 然後主要對應的關卡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關卡 也就是現在大家最通通的滴爵 就是我們的水滴爵 他這邊射擊技能還給到了吸血 那這個吸血呢每個敵人回2000 然後顧傷20萬就吸1%啦 那持續三回合 所以他提供的奶量是蠻多的 而且他是撞越多回越多 撞越多回越多的意思就是你天天撞幾個 他就回幾個 你天天撞三個他就回六千 撞五個就回一彎 所以他在水滴爵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保命性啦 那同時他也給到了護招 那護招其實還蠻能擋的 他至少可以擋這個傳聞物嘛 至少擋一次絕對沒問題的 好那我這邊是有吃樹壁的哦 所以我在第三輪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二階的SS可以用 假如說我前面的角色都撞得很好 就全設計畫你看笑喔 準備要第三輪了 就可以開SS 就可以開二階了 那他的SS是盧娜buff哦 就是這個彈珠奶媽媽 大家的媽咪 這個盧娜 兩倍 兩倍 然後 持續三回合也就是角色自身九動 所以持續時間是非常非常非常長的哦 基本上你看下去你再複數的話就可以讓他一直變成兩倍的勇動機啊 那這個兩倍加下去哦 我們的水滴應該也是會非常非常舒服啊 然後超強環域閃烈 超強版的 配合活力沙家兩倍應該是可以把時鐘炸掉 我猜應該是可以炸掉 感覺挺有機會的 然後反版嘛 反版也是個很妙的東西啊 反版在王二那個兩個時鐘 那兩個復活時鐘超反的 有這個反版後路徑會非常非常輕鬆 好這邊開他的SS哦 他的SS因為他本身速度型 所以米西這邊沒有再給他額外的速度 就只有加力量 不過他這邊可以靠 超速度型額外再加速一次 那碰到減速幣關卡 如果減速幣的係數沒有太高的話 也有機會硬吃一次 也有機會 但是要看他那個係數給的怎麼樣 好這邊再加一次哦 這邊的話我們去 這樣吧 有本想用那個時間差去炸一個大的 因為環玉閃電這東西他根據撞到的順序 還會提高威力啊 好這邊我們一樣再去試一試 欸 木屬再多一個新的加工位 欸 這樣水 暗 木都有了 之後火光應該也會補 其實這樣還不錯啦 因為他把這種很強的輔助SS都放到 就星解體跟 奈特梅亞嘛 他都放到超級熟 所以這個大家 相對來說是比較 常去抽這兩個池的 所以 能在這種池撈到這種輔助SS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至少不丟屬性技 屬性技其實 嗯 比較難 比較少抽啦 抽的時間真的比較少 好這邊應該 炸來炸吧我想 好動 哦唷 然後反射浮電彈的話就還好 基本上 太看場了 太看位置了 好這邊我們就 看能不能一拳吧 加兩倍加力量氣場 欸兩倍也是可以幫助一拳腳去 增加 提升這個門檻啦 再講喔 降低門檻 期待明天的這個水梨爵 這個水梨爵 因為這個關卡 他沒有 本身沒有給你這個 他本身是沒給你 等一下喔 好像會死 喔喔喔 喔 因為水梨爵他本身沒有給你這個加攻啦 沒有文漿沒有果實 所以這兩倍加下去一定是爽 那他的資源技能也給到了一個 足命級的概念 HP攻擊力都加2000 所以蠻不錯的 OK 好這邊打了 1 應該是 慘了吧 我們這邊簡單來看一下這個角色吧 基本上就是一個高迴轉率 的輔助SS 好像 盧娜跟辛姐他們那種SS 好像都會給他一些 迴轉手段 額外的迴轉手段 米西感覺有刻意做成這樣 身體來說還蠻期待他的 好那我們這邊等一下應該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好這邊嘗試弄成最後一個撞的 好反了一個粉底彈 OK以上先是奈特梅亞的簡單試玩 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那感覺打這個水梨爵會非常非常的穩 個人應該會先帶兩隻上去打 兩隻的話這個血量的穩定度應該會非常 舒服啊 穩定度應該非常舒服 配上那個加攻 然後在某些版面可能就 像王一可能以前打的血量會比較 可能攻擊力可能比較少一點 或者你們失誤的話 可能要繳割合 那補上這個兩倍後 我想應該會很穩 就變成可以在王二交這個割合 應該會改變非常非常多的打法 好那我們去看下一個吧 下一個形態 好再來我們來試第二個形態 那這個形態主打的是一個直偶 就是攻擊為主的 那他的主場會在我們的花園5 那這邊先去簡單試一些比較舊的關卡 喔剛剛這個刺針彈的話是超強版的 超強高階交叉刺針彈 那調了威力是4倍 威力是4倍喔 好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是超絕分裂 貫通 衝擊波3 然後這邊你會看到他剛剛有一個加速詞條 那那個是他的一個射擊技能 他的射擊技能就是把 摘烈神獲今日 然後 月阿法的SS 把他 拿出來做成他的射擊技能 好這邊看一下友情 你看這邊友情 刺針彈4倍喔 4倍的刺針彈 射弱點那個傷害蠻好看的喔 喔你看剛剛這邊追 其實還蠻痛的 這邊我們直接去加速吧 然後你看一下他在射擊技能 看這邊 加速 哇這邊加了三次喔 加了三次 所以位置好的話 加個感覺加兩次三次 兩次應該覺得很有可能啦 好一點可能四次 甚至在以上 好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我們一樣去撞吧 喔這邊加速 這個運氣好的話 加個兩次真的是蠻有感的 因為他本身還有出幾家超頻 所以 那個傷害真的還不錯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去 一樣去撞友情 這次主要還是在這個 刺針彈挑搶 那衝擊部落的話 我覺得還好 主要就是做一個 比較管範圍 一個範圍的清場吧 好我們等一下開他的SS 他的SS呢 是縫合怪 8加8的 跟傑克一模一樣 自強化加碰觸敵人上毒 還有弱點大傷害 紅河怪SS 我們這邊直接開吧 不過我們位置好像沒有很好 那我們就先開吧 因為能開到機會好像蠻少的 好那他開的時候會有一個 自強化降低的 不講錯 那個 減速率 減速率 自身會降低 但是會變成沒辦法觸發 這個射擊技能 他開的時候自身減速率會降低 所以他在場上可以 撞比較多的 撞的時候他那個減速比較少 就可以 撞比較多下一點 感覺配塔塔塔羅斯打這個花舞應該會 加起來應該會蠻爽的 推很長 OK那這邊剛撞了一下 加攻後這個也是輕鬆直接帶走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再開 GO 好那這邊是沒辦法觸發這個 射擊技能 不過他給的 弱點倍率也很高啊 所以很輕鬆就直接把他用植歐帶走了 欸 這邊來說用起來也是蠻強的一個型態喔 那現在段就是花園5 那花園5的話到時候我比較會在意的 可能是 魔法陣的影響吧 因為進王關後開始有這個魔法 不就是前面有魔法陣 所以 會比較 可能要注意一下小雞 小雞狀態的植歐吧 我覺得 然後還有如果不帶塔塔羅斯他的植歐方面 就是我們正攻法會有什麼樣的 體驗吧 不過他的 資源技能啊 是一個攻擊力提升20% 所以這個20% 是我覺得啊 是可以幫助這個 愛德華哥哥 因為一拳流嘛 現在一拳流主要就兩隻 愛德華加星音樂這兩個 因為愛德華如果你是要頂配 可能有時候會 他那個傷害是比較極限的 那補上這個20% 應該是可以更有效去做到 很穩定的一個一拳傷害 所以 到時候我會再去嘗試 好那再來去試一個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關卡 我們去試一下27A吧 看一下這個稀少加速 一直觸發會長什麼樣子 來試我們的 27A嘛 剛剛講的 好那我們這邊主要就是看他這個 稀少加速狀態吧 加加加 然後這邊小雄在加 進去 蹦 然後自己在加 呵呵呵呵呵 蠻有趣的這個東西 這東西感覺蠻適合觸發硬直的欸 因為你加速的時候 有機會上那個硬直狀態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 繞一圈吧 喔 喔 喔 還加到速 靠這個加速直接 全清掉 不然這樣來說 直接卡進去就好了 蠻好笑的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 這樣吧 啊沒有卡進去喔 我們這邊再試一次吧 好加速加速 欸可以直接敲什麼 OK他這邊直接靠那個 七早加速直接 靠一個迷人扣直接把他收掉 喔所以打花虎的時候 前面應該會蠻不錯的啦 因為 B2吧 B2那邊感覺有補到 因為小怪很多 所以他觸發加速的機會 我覺得是 也算高的 也算高的 不過就比較看運氣一點嘛 我覺得 OK你看他剛剛騎這張加 感覺觸發可至少一次 應該是沒問題啊 兩次感覺也挺OK的 三次後 三次之後可能就 就太比較運氣了啦 雖然這邊這個球球會給我們加速 但他自己也會去做提速 所以他的腿其實比想要中的還要再長一些 然後這邊開大星者 然後這邊開大星者 好這邊的話我們去直接卡吧 可以加速嗎 再一次 再一次 啊這邊運氣不好 呵呵呵 這邊運氣不好 就會有點運氣成分啦 但是運氣好的時候確實蠻爽的 好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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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讓我賽了幾次 喔這邊又賽到 剛剛又賽了好幾次 一直賽 呵呵一直賽 呵呵呵呵呵 挺有趣的 嗯 整理來說右邊機體也蠻強的 這個只有機體其實 蠻夠 他這邊沒給超版簡是因為他射擊技能也給到啦 再來是偶數乘數20% 偶數乘數20%也是個蠻強的東西 因為這遊戲啊 大部分的版啊 B8或B6最多 最多B6或最多B8 大概就這兩個吧 印象中還沒空其他 大概就B6 就6個版跟8個版 然後王的部分啊 像我們之前有那種一拳腳對不對 一拳腳的話呢 這個 通常我們在一拳的時候 會是在 B6或 呃 講錯 B4或B6 應該這樣講 B4或B6 欸 所以偶數層面的話 這個一拳腳其實 偶數加攻的話 你一拳腳要吃到這個buff 其實算相對來說還蠻容易的 除非 那個王啊 可能他的血量是 只有兩條 就只有王一王二 那就有可能 沒辦法吃到他的20% 不然 大部分的王啊 絕對都吃得到的 欸 絕對都吃得到這個20%的攻擊力提升 不過就變成說這個 可能王二的部分 攻擊力會落差有點大 因為你少了這個20% 欸 但這裡來說也是一個 蠻強的一個 蠻強的一個射擊技能喔 蠻強的一個射擊技能 然後 你看這邊直接減速率降低喔 所以跑了蠻多下的 嗯 整體用下來我覺得 兩個型態都蠻強的 但這次我覺得 我自己比較關注的 還是水梨絕的那個型態啦 如果要打水梨的話 六月可以補 那如果你很急的話 你這個月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我覺得六月補其實就好了 因為 後續排成感覺就蠻兇的 整體用下來我還蠻滿意的喔 欸 這兩個型態 以年終操作來說 已經算蠻強的那邊了 加上他給的兩個場 都是現階段玩家需要的 一個高難角 所以他的待遇真的是蠻好的 他待遇真的是蠻好的 以下是我試下來的感想 那後續的水梨絕 我可能 基本上一隻一定會有個非常 體驗感 這個體驗度 一定會有非常大的提升 那兩隻的話 這部分就是我一個 也蠻好奇的地方 所以我明天會再去試 好 以上就是這次奈特梅亞適用 那希望可以幫助各位 謝謝大家 那簡單把他的機制玩給大家看 然後看一下這個角色大概在幹嘛 好 以上謝謝大家 掰掰